《柯子全记》 大表安天下 我不是高级红和低级黑 但中共的档刊《求是》集兹 在4月30日发表评论文章 習近平親自指揮親自指導的 在學習貫徹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 主題教育工作會議上的講話傳聞 其中最重要的要求就是注意防止低級紅高級黑 什麼叫做低級紅高級黑 中共浙江省省委宣傳部給出一個定義就是低級紅 是指有意無意地將黨的政策簡單化 用逐化大多是低能之錯 高級黑真是明報實扁 指喪罵懷 大部分都是居心叵測用心險惡 這幾年網絡流行著一張照片 畫面上納著一塊牌子 上面寫著習總書記腳印幾個字 據說是習近平來過這裡視察 當地官員為了討取領袖的歡心 做了一個指示牌 結果被人冷嘲熱風 也有流傳著一張頗為說服力的照片 中共一大紀念館展出了一張習近平 離訪時候的時候看過一眼的池杯 旁邊說明寫著 習近平總書記尖養中共一大會子時 端長過的茶杯 跟著就大量地揭開 總書記爬過的山 總書記上過的球 總書記坐過的飛機 總書記吃過的包子 沒完沒了 事實上這些所謂的東西 怎麼出來的 就是因為要確立兩個維護 兩個確立 就是什麼都是習近平 將習近平定為一尊最高的精神領袖 那人民就必然將你歌頌到底 你看到李鴻忠的是什麼 忠誠不絕對 絕對不忠誠 英明卓越的領袖 那你說了 連這些說話都吹捧得來 這樣還是你們的國家領導人 省委書記 天津書記 還有的當然 就是北京當日的市委書記 蔡奇 沒有人要低級紅 高級黑 但是為什麼會這樣做 就是現在我們將習主席變成了一尊神 最深是全個國家 現在整個中共都要學習習近平的思想 以前毛澤東都不會親自說的 現在習近平告訴你 既然你要學習毛澤東思想 學習習近平思想 就是說習近平做什麼都是對的 那就是他是一個聖人 他是一個千古一帝 這樣作為人民 不想引事上身或者作為官員 他們不想惹禍 這樣在這裏的時候 他們只能夠不停地歌頌習近平 將習近平神化了 是不是 現在習近平的形象已經逼近毛澤東 他是神秘偉大 無所不在無所不能 這樣究竟是哪一個低級紅 高級黑 為什麼他們要這樣不停地摧捧 去到一個不知廉恥 可欠奉承的地步 其實 講來講去 就是 習近平 絕對的權力 令到身邊的人 絕對的腐化 跟著當他們 不停地摧捧 大家都明白 現代人不是一千幾百年前 還是一個神化社會 就是說天子是天降之子 雖然 中國人沒有擺脫過小農 我不敢說DNA 沒有擺脫農民這種想法 君君臣臣富富之子 但是今時的世代 現在有一個人告訴你 他什麼都對的 你信不信 什麼的領導 都對的 而最重要的是 過去這十年 中國共產黨在習近平之下 他們很多的政策出錯 然後令到中國人民 不停地反轉 反轉再反轉 那今天你們看到你們這樣 歌頌我們的習主席的時候 你說人民會怎麼想 他們一是就當笑了 一是就覺得你無恥 除此之外 你告訴我 有什麼是聖人來的 為什麼 任何一件事都要你 即是等於 蘇丹 蘇丹撤僑 不是國家行為 哎呀應該我們中華人民共和國 保障 保障什麼 保障蘇丹 我們中國人的僑民 現在我們 就是派飛機派船 直接撤走千多人 不是 國家 不是中國共產黨 我們中國共產黨 看出人民 我們派遣我們的戰艦和飛機 他接載 不是 在中國的宣傳是什麼 是習近平 習近平 看出蘇丹人民 派遣什麼什麼 這個習近平其實就是低級 高級黑的代表 因為你挽救你自己的人民 是一個國家行為 你不是派出你自己的私人飛機 或者你自己的口袋裡面掏錢 去招呼他們回來 而是你是國家行為 但是你見到 我們的人民日報 我們的新華社 他作出這樣的說法的時候 你就很精具 什麼習近平自己掏錢找飛機 可以幫中國人回中國嗎 如果不是 那為什麼會這樣說 這樣說的目的就是把 習近平就是拯救中國最偉大的領袖 這樣我問你了 到今時今日 你再說這一套 只要你沒有咪 沒有訪問 沒有錄音 沒有拿著手機的話 你問一下中國人 我相信有99%以上都告訴你 不是吧 而為什麼習近平 今時今日這麼著重這些 因為他都已經明白 所謂的歌功頌德 過分的 只會成為了中國人民心底裡面的一個笑話 所以他要求各個官員 甚至各個出帖 不能夠再挖苦 甚至將習近平無限推上去 但是我問你了 既然你定為一尊 你已經知道 你要將你擺上神台 成為毛澤東第二 或者超越毛澤東的話 神化是必然會發生的 沒有人會低級 不是低級和高級黑 真正有能力的 而他們會做的 就是根據習近平 你的思想 你要做的事情 跟著他們只不過 將它去到極致的意思 忠誠不絕對 絕對不忠誠 節目做到這裡 希望大家Like 追蹤Share 訂閱課金 看廣告 可以說加入會員同比賽 大Viondina 需要大家支持 拜拜